大家好,我是鹿亭昌 為大家介紹這幅畫 長海桑田 2月12號與陸潮寫生會的畫友們 一起在白水湖寫盛 第一次來到這裡 被此處的景色觸動到了 原是陸地上的建築出現在水上 電線桿立在水裡 讓我想到神影少女中 電車行駛於水上的畫面 這裡可以入畫的景物很多 但是來到海邊 才讓我決定了我想畫的主題 畫這幅畫時 我是把整張紙正反面都打濕 先以極淡的孤蘭與孤綠染上天空 再以渲染的方式表現海灘上潮濕的感覺 最後在畫面全乾之後 畫上海灘上的兩個像膠岩的物體 並勾勒出物體在潮濕沙灘上的倒影 畫中沙灘上很像膠岩的物體 其實是斷遠殘壁 邊畫邊想著它原來的樣貌 謝謝您的觀賞 希望您也喜歡這個作品 畫上海灘的外國 請回覆 看 並且在下海灘上滴 並且在下海灘上被泡沙灘 請回覆